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的间隙 我整理起了大学四年所拍摄的点点滴滴 这是去年拍摄的冬奥开幕时倒计时摆讯视频 作为国家体育场志愿者 我有幸参与到了志愿者宣传工作中 成为了冬奥志愿服务的记录者之一 作为镜头后的人 回望镜头中大家的欢笑与反动 我会觉得一切都很价值得 镜头下 既有着志愿者在电视前 在现场看到的开门录制仪式 也记录着在志愿者之家 一些独属于我们的冬奥视角和记忆 我们欢呼雀跃 与来自全世界的奥运健儿一起庆祝冬奥盛事 我们潜心服务 背后的汗水和付出浇灌成长 如果要说冬奥志愿经历给我带来了什么 我想是一生难忘的志愿青春 作为幕后气氛组的一员 我见证了一条条兼备时效与创意的冬奥视频从手中产出 一针针画面 传达着我们的志愿风采和庆春活力 鸟巢储备志愿者 鸟巢储备志愿者 在鸟巢 与出生在二月的伙伴们共庆生日 在除夕 共同畅想志愿者之家版的北京欢迎礼 一切的一切成了我珍贵的毕业记忆 冬奥社会已落下帷幕 但冬奥精神永不褪色 我将深深铭记2022年的冬天 圣洁的雪花永远明亮 志愿的青春永不散展 感谢清华的培养 让曾经单教的小镇做题家 收获了多元的视野 拥有了一生难忘的体验与经历 未来 我也将牢记清华的教导 不忘初心 厉矮固执 深耕不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